九龙西 黄毓民 马鱼申 那女友 更美风景 人民都可以 人民都可以 得适 My Radio 全力支持 五区公投 全民制宪运动 咦 阿哥 你见公投制宪运出这么漂亮的 当然啦 七一个就买的嘛 你只有一件而已 不是 我买了八件 哇 这么多 当然啦 为将来 四年才一次 公投制宪 我不单止买T稿 还要买书和捐钱 还有还有 阿哥你记住加节目月费 现在已经是月尾啦 你交了月费未呢 未交的话 就请到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 选你想支持的节目 如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五区公投 全民制宪 香港人用我们自己的意志 编写我们自己的宪法 将全民制宪这个理念付诸实行 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这个运动 已经是势不可挡 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香港人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hk 卖写 咦 阿哥 你见公投制宪的T稿这么漂亮的 当然啦 七一个就买的嘛 嗯 你只有一件吗 嗯 不是的 我买了八件 哇 这么多 当然啦 为将来四年才一次 公投制宪我不单要买T稿 还要买书和捐钱 還有…哥哥,你記住要加節目月費 字幕君 李宗盛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主持黃仁達黃毓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郑京汉 卑劣CK的郑京汉 你说要挑战这个 他是联合挑战的 他是参加九冬和九西 他是九冬和九西 他要参加 总之有伤枉的地方他就要追击他 他是九冬和九西 分开一半追击 现在没有追击他 不知道他有哪里是郑京汉 可能脚痛扭了一股 然后扮小日圆坐在轮椅到周围走 扮小日圆 如果你有兴趣报名 2016年的古令精怪立法会选举 今天是最后限期 今天下午最后限期 五点钟之前 你可以是大交心表 我跟正经案讲 我跟大班讲 特别是跟大班讲 因为大家都很 其实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报名 尤其是报名之后 会不会因为你的政治立场 然后在那个提名上 受到这个政治的审查 大班没有什么问题 大班一向都没有立场 哈哈哈哈 哇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你死定被人告了 他又有 他有没有一向没有立场 他有立场的 他一向都爱 遥风摆楼 他立场是反商网 唯一最坚定的 立场反商网 还有私人的 不要说这些私人的 那就是 关于选举的 我们第二节先讲 第二节先讲 因为呢 今天那个 头版的新闻和消息 都挺多的 相信大家 都挺集乱 都挺集乱 即是没有什么新闻 集乱 集乱 集乱的情况就是 因为各自的报章 都有些不同的取态 比如东方太阳 今天呢 在那个报道里面 是没有任何关于 国议書的消息 也没有什么选举的消息 那今天 苹果的头版 就是用这个 脱北者 是 数学华材 数学华材 肯定是数学华材 是 他参加澳数 就算数学华材 是啊 他在北韩都是尖子 重点赔分贵 北韩都是 我真的是 噴水 北韩尖子 人家重点赔分贵 我给他笑 其实北韩很惨的人 他有军事背景 是啊 他有军事世界 他特别在平阳那里 重点栽培对象 不是 有个说法 有个说法 就是你在北韩的话 你可以逃离北韩的国境 你一定是有一些官家 或者一些军事背景 如果不是 你出独门看见什么 肥子死了 你被炮打上天 打死了 那种 但是 这一宗是苹果的头版 那今早的第一节 我们就不讲这一宗 不止的 明报都是头版 明报都是头版 明报都是这样讲这件事 是啊 有几 都重要的消息 因为这两天 都是有 很多媒体都跟进 而且是 香港的警察 香港的缺不者 是啊 这个是所谓的设定点 比较特别一点 现在香港的警察 除了抓示威者之外 他第二件事 就是负责打人权 你跳不者 只是在书局见到的 那是 现在他 咦 不是啊 在这儿 我想知道洪永成会不会出来说话 哈哈哈 问他 什么是否访问洪永成 我真的要想一想 洪永成不是很红的 你明白吗 我也想一想 我认为洪永成是什么 哦 去拍一首不知道什么 在北韩那里 去北韩去旅行 然后说炸鸡很好吃 然后说炸鸡很好吃 说别人都很友善 生活都很好 也有啤酒等 原来他夜探别人的设计 夜探别人的便利店 说东西是装饰的 没有东西要买的 现在他去问洪永成有什么意见 但是因为第一节 不是 因为这个关于脱不者 我们有一些资料上 希望可以深入讨论 约了第四节 第四节 有一个关于脱不者的访问 去到第四节 先说回脱不者的消息 明白 第一节 第一节也有些相关 都分分钟和脱不者有关 因为呢 因为脱不者的情况 下一个焦点就是 中国政府和北韩政府之间 会不会就着 有一个 移交协议 对 就是一个移交上 所以 我现在说两个层面 现在我们第一节会说 港中两地之间的通报机制 移反的通报机制 再伸延下去就是 会不会有一个 应该搞一个移交协议 是的 再伸延下去就会变成一个 更加宽的就是 移交协议上面 就是 包括一些所谓的政治犯呢 包括香港呢 就算你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移交协议 包括香港呢 是的 是的 因为现在我们 我们过去一直在讨论 那个 譬如是港中通报机制 我们集中在说那个 就是 香港人在中国犯法 的通报机制 或者中国人在香港犯法 的通报机制 但是就不包括移交移反 纯粹一个通报机制 是的 但是 藉着这个 这个 这个安排 那我们 都 看一看 这几天 这几天 因为呢 已经开始了所谓的 港中两地 开始了第二轮的初伤 大家又记得呢 大概在半个月之前 7月4日的时候 7月4日的时候 是的 那时候 那时候 特意是看一条片段 直接是 播了一条片段 就是说林文基 在那个访问里面 如何 应罪 以及被囚禁的状况 是的 那在第一轮的初伤里面 都是说 内地的执法人员 以及 中国的执法人员 以及 香港的警方 现在安排 有没有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呢 那好了 就着第一轮初伤之后 那昨天就第二轮 以及第二轮 那昨天第二轮初伤 就终于 有一个 的 确实一点点的说法 确实一点点的说法 有什么 是 他说出来 是的 那确实一点点的说法 我觉得真是精彩的 就是称之为十六字真言 十六字真言的原则 十六字真言呢 就是 依法办事 求同存疑 相向护卫 保障人权 那如果将来的通报机制 需要有任何改善的地方 就会用这十六字真言的原则 去写入这个通报机制 那就是说了什么 就是 这十六字真言很重要 是的 汤姆你怎么演绎 你看 我们再读一次 依法办事 求同存疑 相向护卫 保障人权 这个所谓十六字真言 就是在他们的新闻稿上出来的 那就是大陆和香港的人 都是同样是这样发出来的 就是给他们这个 经过第二轮磋商而出现的事情 也有说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 根据宪法和基本法 以及两地法 以及秉持这个 刚才说的十六字真言 你对这个十六字真言 你没有什么发表 我没有什么发表 有什么好发表 因为你香港 只是说人权这两个字 你香港的演绎 和大陆这类的演绎 都可以很不同 那当然是 你真的没有什么发表 那些十六个字很重要 尤其是香港说的那句 求同存疑 这个很重要 求同存疑 因为你留意上一句 是说香港的基本法 和大陆的憲法 还有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 我立刻想起一件事 大陆的一边有法律可言 他说我说是核实行大陆法 但是实际上 他那些全部都是屈打成招 还有你没有什么都拆你 那所谓求同存疑是怎样的 即大陆法和香港的普通法 二合为一 混在一起做 你没可能的 这十六个字其实是很幸运的 如果你说到这些 即是你每四个字 只依法办事 求同存疑 相向互为 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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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画了他都可以 你怎样演绎都可以 你不想 但求同存疑 相向互为 是一个说法 这个求同存疑 相向互为 就像是经济政策那些 是啊 但是现在说囚犯 也就是说人 就是人 那为什么他这十六个字真言 我一看上去就觉得 不是 他这十六个字真言 如果真的能够出来 如果真的能够做 其实完全是 把香港的普通法 最基本精神是完全破坏的 就是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而且你不会在法官 在法庭审判之前 你是有罪的 你人生出来是清白的 但是 譬如就是 譬如就是 求同存疑 就是你知道香港如果有 判了死刑的疑犯 是不会移交的 那如果他要求同存疑 他会觉得 不是啊 都要求同存疑 那你就要破坏香港的法律 去移交犯人 给中共 Kristine这个 说得更加仔细 就是法律一些的细则底下 究竟中港两地之间有什么分别 刚才Kristine说的一件事 就是那个死刑上的安排 都是在那个讨论里面 一些细节的争论 细节的争论 例如 刚才Kristine的争论 重点的是 香港在93年之后 就取消了死刑 但是呢 中国就是有死刑的 而中国的那些判了死刑之后 他没理由那个死刑犯 是被回到香港被杀 因为现在就是两样东西 一个所谓通报机制 就是大大隻 在那个Head Line射论 一个就是那个移交协议 因为通报机制和移交协议 两样东西 理论上是两样东西 就是林明基 李波 又或者整个同龙湾书店 上下那些人的情况 不是啊 我觉得是很关心的 就是在大陆来说 是很很关心这件事 因为如果不然 他不用做这么多大龙奉 一 根本就在一起了 基本上 其实应该是两件事 他现在就移交回来的 香港 就是昨天那件事 就是大埔 那个抓换店 夹杀案的疑犯 那他特意把两件事 放在一起 而那个 移交逃犯 那个事情 他是做得超级大龙奉的嘛 阿汤没有说 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林明基 就是我们之前说 同胞湾书店的情况 就是 林明基他们现在在香港 那大陆就要人 那香港不知道怎么给你 没理由的 因为在香港没有犯法 香港有出版自由 有言论自由 你认为犯了你们的法律 但是在香港 我怎么给你 我凭什么给你 最重要是 香港是和大陆 是没有任何的移交协议的嘛 是没有这样的 所以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说 林明基的事件 而第二件事就是 刚刚提到的 就是大埔的劫杀案 就是那个 爪换店的劫杀案 就是有一个 香港人 香港人 不是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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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大埔那里 犯了这件事 之后就着草 回到中国 于是 昨天就做了 昨天就 连起这个 会议 就做了一场 大龙奉 直接拍了一条片段 现在我们播了一条片段 直接播一条片段出街 出了 昨天在那个会议和这个电视片段发布 香港也是完全直击的 大家看到的情况 就是左边 停一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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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不停到 停到 很厉害的 湘杰 是 湘杰 刚刚刚我们的片段 就是在香港发生的大埔 这个手换店的劫杀案 接着就做长大龙奉 现在那个人就回到中国了 中国那边的话 那我就送给你了 经这个皇冠 然后上去抹一叶 还很人道 帮他戴上头套 这个状况就是 这一刻是历史的一刻 然后表姐很厉害的 剧情一样 拿着一个背囊 疑犯拿着两个背囊 递给香港警察 然后后来 深圳的公安 深圳的刑警 背着写着 就在一边好像很规矩的 将疑犯送交给香港的警察 香港的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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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玩 接着可以 接着香港的公安 就在香港的皇冠边境附近 就向他提出一些 就是说 你要保持 你有权保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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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TVB那些 就指着他 那后来 然后双方就签署这个 疑交疑犯 对了 停下了 接着就可以停下了 不是的 我想要有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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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签署的协议 在后面有个大笔 就写着 廣东公安 向香港警方 而交重大抢劫杀人疑犯 大佬 这个是一个记者会 记者会 记者 你开个记者会 找所有记者 还要 譬如东方的 就是独家图片 是东方直击 由深圳的看守所 如何去到黄岗 然后大家在黄岗的左边边境 解手扣 香港的警察 如何再踏回香港的手扣 是的 接着之后 你看到两方之间 是不是很有 签署的 签署的合作 是的 签署的合作 告诉你那些细节 我不知道那份东西是什么 其实 就告诉你 那个签署了 现在 你是接收了某人 这位人士 这位 你们叫做疑犯 这样的事情 还有现在的时候 是有高的透明度 是公开给大家看到的 不是秘密这样进行 所以昨天 继续play那条片 你继续play那条片 后面也有讲话 后面也有讲话 因为这条片继续下去了 几月之后 大家签署之后 深圳的公安有一段发言 先听一听一段发言 越港两地 不是你们的避风港 越港双方将紧密的加强合作 共同维护两地长期的防御稳定 和人民群众的安极乐业 你看看 他说 开始就走出来了 他说 中港两地就不是你们的避风港 你们不能够是 逃之夭夭的 在香港犯法 就走回中国 刚才说的就是公安部副部长 陈志敏 即是中国人 中国人 大陆人 就着这件事 我想大家都可能没什么 怎么回忆 你想 除了几份报纸 其实几份报纸 一两份报纸 有头版 都已经是很难得的事 但是 在我们一直的说法 都是 为什么会搞这么多场大龙凤 又开第一轮的初商 第二轮又达成原则 然后之后 现在真的给你一个犯罪 到第三轮如何 你给你一个犯罪 在我们一直的估计 或者我们一直 会认为 他这个 现在第二轮 搭过大的鸡棚 是什么 就是 就是 移加香港的犯人 第三轮就是 移加林明基 一人换一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一件事 就是 几次 几次是 林明基 几次是为了 现在 林明基 回中国 搭的一个 大鸡棚 但是 这个鸡棚 搭到这么大的时候 怎么办呢 因为里面有一些细节 是影响深远的 如果他搭得成的话 是可以这样去做到的话 是影响深远的 因为 譬如 你说过往 过往 中国的公安 那些国保 走来香港 老人 等等 大家可能在生活上 都听过这些 以额传额的故事 虽然是这些都市传说 有几可成真的 九成九是真的 但是 不会是将它成为 一个 恒常的制度 不会成为一个恒常的制度 但是 昨天的会议 就尝试 将它变成一个恒常制度 就由那十六字真言出发 就由那十六字真言出发 就是叫做 就是 求同传义 跟着之后 后来就 两地之间 依法办事 求同传义 相向互为 保障人权 是的 那就是 用这十六个字 其实就是说一件事 大家不要说法律 算数了 是不是 以和諧社会为前提 你给个人 我给个人 求同传义 这个说法 其实一直在说 比如 林荣基事件发生 或者很多 香港人在大陆 中国被刑事拘留 或者犯了案 是没有通报香港的警方 一直在说这件事 其实是要求中国那边改善 你如果抓了香港人 你要通过香港的警察 或者相关的部门 但是他刚才那十六字真言 就是twist了 变成了 双去护位 我抓了你们那些人 那我跟你说 但是我的人在这里 你都要跟我说 是啊 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就是我的人在这里 你的人在我那里 大家都要互相去说 但是 譬如刚才Christine有说过 那个 所谓十四日通报 现在香港的会议里面 有几个重点 细节上 细节上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通报的时间 那个内容 和渠道 那过往 关于那个时间 其实就没有一个 所谓的 就是确实的时间 就是被抓了之后 你抓了一个香港人 要不需要跟你香港政府 或者香港的保安局 说回呢 是没有的 没有任何这些说法的 不是 他有的 他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当时的保安局局长 叶柳 就和内地的公安部 港澳台事务版 就其实签署了一个 通报机制的协议 只是协议而已 只是协议而已 但是大部分的案件 看回数字 他大部分的案件 都是由 去到2015年年底 大陆向香港通报 总共有12,038次 那当中有 主要九成的案件 都是 15天里面 完成这个通报 那 还有一个问题 是 现在一直都是说 希望14天内 通报 是 但是他就没有一个明文规定 说 要多少日 里面一定要完成 所以 之前的做法 就是那个协议 就是大家习惯了 是这样做就这样做 那有一些就是脱了不报的 是 或者有些没有报的 有些没有报的 那现在就说 现在写清楚了 总之你是14天内 你要告诉别人 希望而已 未有任何真是落实写了 但是 我们在说的就是 那个协议的内容 给大家听 但是你说我同不同意 这个说法 是另一件事 好了,接着通报内容 通报的内容 过往就是给一个摘要算数的了 就是说 喂,他可能 时间是期地点 接着大概犯了些什么事 一百字以内 就写完了 但是现在呢 就是要明确地列明 所涉案的案件 和案情的摘要 就是写长一点 就是 将它写长一点 第三 比较重要一点 第三 就是那个通报渠道 通报渠道 因为呢 过往呢 在那个通报渠道上面 就是有一些 不太吻合的地方 或者不太协调的地方 其实这个 这个所谓通报渠道 最主要都是说对口单位问题 是啊,没错了 因为整个东西 这个 那为什么通报渠道 就是机制 要再 所谓 去再挫伤 再去谈 是因为林荣基这件事 那么现在你去 第一轮初心 看完片 第二轮 就去搞些什么东西 不如 连着那个 宜家逃犯一起搞 这样 就是去报答这件事 就是我自己看的 你为什么要去搞 老实说 你这个宜家逃犯 在香港不是第一次的 嗯 以前不会做一些 那么大龙奉的事情 是不是 那现在他就做一个 这样的大龙奉 拍完片 由黄江那里 怎么过来到马州 是不是 接着做一个 好像一个历史性 事实上 其实以前有移交过的 是有这些 是本身有这样的做法 嗯 接着现在 我想做出来的效果 就是说我们 我的看法 就未必 好像泰伏那么准的 说到 接着是下一次 林荣基 我的看法就是 我认为他 你不相信吗 我认为中国政府是 很害怕的舆论 想告诉你 是有分开的 我们那个边界还在 不是 你说很害怕的舆论 或者很害怕的舆论 压力 不是来自平民百姓 是来自特权阶级 在我的角度 这个是 大哥 你想想两地的人 什么人最害怕 被中国政府 无端的压走 那当然是那些 经常在大陆有生意的 有钱 或者是看向中国 是要利用香港 洗黑钱出街的 那些的富二代 或者是富三代 或者是官二代 官三代 那你如果通报机制 一扩立了的话 刚才我怎么说到那个渠道 你说对口单位那么重要 以往呢 那个对口单位 那你现在说保安局 和这个公安局 两个之间 海关 海关 入境处 海关对海关 入境处对入境处 类似这样 现在我说的是 要增加对口单位 是的 因为你怕那些特权 叫做什么 强大部门 不是强大 中纪委 强大部门 增加对口单位 是什么意思 你如果记得的话 例如林银基和李波丹 中央专案组 林银基不是说有个中央专案组 中央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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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什么单位 不知道 这个不是什么单位 你要扩阔给那个单位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不只是保安局的事 这个和国家安全有关 和政治有关 那什么国家安全 就是国家安全部 又不只是国家安全部 因为那个安全可能涉及一个人 就是那个习近平 如果正是涉及习近平 那怎么办 有一个中央专案组 这个组和哪一个人去对口 所谓的用大陆语用语 如何对口 找不到 找不到 所以现在这一次的第二次协议 你说要是有更加所谓的弹性 或者里面他用那个说法 那个十六节真言 那个说法是求同传义 求同传义的说法就是 叫你们香港人 叫你们香港人不要理 我们既有那个法治精神 法治观念 因为在我们眼中 就是林荣基他们还没判 你没有判过的 什么都没有经过我们 就是我们认为司法程序 它是纯粹的就是被你老了 纯粹回大陆之后 接着找个房间困住他 然后就逼供 就是在海关他纯粹 是的 屈打成招 他认了 那你看他是不是疑犯 他现在回来的 就应该是直接判刑的了 那这个是两地之间的分别 中国是声称林荣基是逃犯 是啊 是啊 所以延伸出来的话 那个最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 喂 他现在是就着 所以未来我们会认为 最少林荣基是一个焦点 但是你说 他那个压力的话 为什么会是要有一个 好像懒是透明的机制 喂 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 一个香港的商人 我回来做生意 那可能我有些东西 走一些灰色地带 或者避税 不交这个什么 什么务工保险 之类 我当你 我当你 是叫做秦规道 他做足了 你给少一个单位钱 你就混蛋了 是啊 你派少 你派少些钱 然后他就说 可以随便找个人跟你通报 食玩处 上面城管你没有给钱 然后要求食玩处 过饮度回来 行不行 然后后来 喂 我是一个香港商人 我当然会担心 我在大陆做生意 我现在在香港 我明明身处香港的 我可以安乐的 但是你现在这个东西 喂 是可以弹性到这样 不得了的 会不会随时在香港 拉一些人上去呢 还有另一样东西 就是那帮大陆的 譬如不同派系的官 或者不同派系的一些 副二代 官二代 他是在香港那里住的 还要在香港桥庄 换了一个身份 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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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啊 接着之前有些报导 就说有些 譬如李鵬 不是李鵬的 譬如 有些官 有些高官的子女 在香港 用另一个名字 用另一个名字 接着买了一连串的村屋 之类之类 那如果 他是要去缩贪 或者去 有个派系 斗争拳斗的话 他这个引导条例 直接可以在上面 就说 你是犯法 犯上了某些大陆的法律 接着要香港政府 将它运回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 在第二轮的协议 暂时 是有所谓十六字真言 但是 但是 引导条例 你刚才说 香港的大陆 都不忍耐 所有建制派都不忍耐 不 那些大陆的傢伙 都不忍耐 大陆的傢伙 都不忍耐 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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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现在当然好 你想想 整个天数国交借他 那当然 除了李嘉诚 是大陆的傢伙 李嘉诚厉 每人派五千元 除了香港 除了李嘉诚 是大陆的傢伙 因为还有其他人 我估计他们不忍耐 我们看情况 但是看这件事 就是我自己 个人的武断 大家都可能会觉得 我觉得 在第三轮的会议 就可能要求 你应该还个人给我 我想要林荣基 我想要林荣基 那这件事是否这么好笑 其实不是的 要求移交疑犯 其实不是的 要求移交疑犯 他怎样有多出奇 这么奇怪 哇 如果他救僵 刚才你看回那个会议 就是广东公安移交 向香港警察 向香港警方 移交重大 重大罪案移犯 而这个重大罪案移犯 就是在一间 大埔的抓换店 搶钱 虽然是劫杀 劫杀 就是在一件事 但是大埔劫杀 但是大埔劫杀 案 香港 就是这样说 你说我们不要说张子强 我们云云那些大圈子劫杀 不是用这一单来衡量 不会是重大劫案 而反 一个这样的技招 就是大埔劫杀 其实说来说 就是说整个这些通报机制也好 这些这样的移交协议 就是谈而已 现在也是 移交协议 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没有可能的了 就算香港的建制派 都会阻力甚大 但是你的状况是 如果连接下去 我们一直在做 即是什么都关于基本法事 即是什么都关于 你为什么要我们做 五区公投全民制宪 为什么要做制宪民动 其实就是这些事情 是有关系的 你香港如果不是一个 所谓香港建国 香港有一个实言主义权 去处理这些问题 你就是永远都处理不了 不是 他现在这条界 就是为什么 就是补充多一句 那十六月真言 他要打是打什么 他要打香港司法独立这条线 即是你说 所谓的 香港人生自由 安全保障 你看黑警 什么时候保障你 上班的时候 都自己在捉怪 捉精灵 对不对 但是 这个舆论 或者香港人一直会觉得 香港比较是 所谓有秩序的地方 或者跟大陆不同的地方 是因为香港司法独立 说来说这些东西 因为再说一次 所谓十六字真言 依法办事 求同传义 相向互为 保障人权 如果 你说 我们本身 香港 一个建国的状态 一个 实言主权的状态 你才可以 真的可以 你有你讲 我有我讲 因为这些 全部都是很难定义的 你什么是人权 你可以定不定 那几句 那几句就是 港人治 港 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变 那些说法 如果你不是一个 这样的 对等的关系 你那些相向互为 你就没有了 你就一定是被人去吃 绝对是 如果你是有一个 对等的关系 大家对等的 可以谈的关系 你才可以有这些 所谓的相向互为 所谓的依法办事 就是依我的法 我不能是依你的法 湯姆说的对等的 就是在陈文老师里面 尤其在这个 城邦主权论 是有八字真言的 是八字真言的 另一样东西来的 就是城邦自治 邦联建国 好的 第一节时间差不多 第二节回来再说